前妻病逝之后 六群大爷在米良园 见面就掏钱 第二天确定恋爱关系 迫速同居 热恋不足四个月 两个人却拔刀向下 同居期间的经济往来如何定性 此案又将作何判决 本着十日球是解决问题的态度来解决 在调解现场 由于赵大爷不善言辞 所以由赵大爷的二哥代为表达诉求 这个女人名叫陈则如 今年51岁 坐她对面这个人就是老赵 两人曾一见钟情互取终身 如今却对不公堂 各做一头 事情的起因还得从2023年12月说起 2023年陈大姐的丈夫因病去世后 没人便找到了她 美婆口中的伴正是赵大爷 彼时赵大爷的结发妻子也因病去世多年 她也渴望找个老伴 于是在2023年12月7号 两个人见了面 可以啊 人看的啊 我看你 我看你 可以 但是我找你 我看你 我看你 看得出来 我看得到实际所来的 真正的养老保险 生活开支都随大了 我是为了解老太子 解老 对手心情 赵大爷为了能和陈大姐交往 见面当天就提出 为陈大姐买保险 支付日常生活开支 这又让陈大姐动了心 经常还有大爷把保险都买 这三名老老买 我有保险的嘛 回来 我心想他也有工资 每个月关事钱多 于是两人随机就到社区 咨询买保险的事情 由于保险缴纳的费用 没能让陈大姐满意 所以陈大姐心中又产生了犹豫 根据银行的监控视频显示 2023年12月8号下午2点左右 赵大爷和陈大姐来到银行营业厅 准备取钱 大约2点17分左右 两人取完钱离开银行 面对出手扩扩的赵大爷 陈大姐再也找不到拒绝的理由 于是两人在见面第二天 就确定了恋爱的关系 家里做不很好 啥事都不要我做 我一做都熊过去 我走来都随着都喊不喊得了 神把我跳到那里 谁扩出来都把我手拉到前 还要我洗脚 然后我都不好意思说 这个好的黑纳神 如愿以偿的赵大爷 也像年轻人一样度上了蜜月 带着女友四处游玩 据赵大爷讲述 他先后为陈大姐花费了 十二万一千两百元 其中包括 一次性给陈大姐现金十万元 为陈大姐购买保险六千元 为陈大姐买精湿衣服等 一万五千两百元 然而好景不长 仅仅三个月后 曾经如交似妻的两人 却在家里拔刀向下 随后蔡明警和社区工作人员的调节下 两人的情绪逐渐平静 双方暂时分开 想想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 不要想说老婆那些拉钩 肯定是不对头的对不对 第一次去 越来花手 说不容易 越来有正法越发 对啊 你两个过去晚上冷静一下 第一 判断就不能让你继续过 对啊 还是要主线 如果再继续过 一个人的花手 对 把如今的球 都觉得不像 你对边两个过了 那么这花手好 当然你两个过来考虑一下 哪些东西 我有哪些要求 或者输球的 要提起出来说 实在条件不好 大概还有八元载 可以切除到八元车 就行的 对 对 就要分开 分开谢 就要分开 分开谢 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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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骗什么骗子 骗子 骗子 买好几年两个多 就开始采费 以后那样堵对头了 我那样堵对头 以后我的饭不好吃 以后别给人家买的啥子 随便找个老公都不像骗子 就想挑了啥 然后并且骗子都是这种少数商 经济上跟不上了 达不到他的要求了 就是他买好多钱了 我倒了啥锅 都要想散的嘛 他说一遍在哪里找个老头 就比我来多强 他要走 这个人报得好 跟你们说 把东西收拾好了 把东西收拾好了 把东西给他弹了的 你都把他拿去老大 他就抓他们的东西 给他弹了完了的 针对赵大业的说法 陈大县表示否认 认为冲突的起因 还在赵大业身上 我在那边不关心我 不亲戚我 又不来收到我 饭也不做不吃 我昨天那天的时候 他才能不能去刷 他刷大业把也帮我做 回来我把饭煮去 我要吃饭了 他还没喝 他还留气 别我还留气 我都没留气 他说 我煮够 我不吃你的饭 我说你过错 我意思说 我的生活费也不得关了 我的腰子不得住院 你的腰子也不拿了 不拿不拿 我说你我有没有工资管 你又不拿腰子也不拿 生活费我能搞吗 我说 你是当家人 肯定要只做啥 我后面找个伴来找 男家人一晚找男家人找 我都吃吃饭 我今天你不关 我什么胃不拿 我又要全卑 我也被你不关 他都不关 我煮饭你也不吃 那我自己的东西回消 我说 我说 我还得收 我还得折 我叫做床上折衣服 他说滚 这都滚了的 我过来三次 我再收起衣服走 他看我说 有没有那样 你到来看我 又把我黑了 到时候是 据我会帮我接出去的 派手上帮我 从2023年3月14号 两人发生冲突后 双方便分开了 恋爱关系也就结束了 于是 赵大爷于2024年4月2号 向河川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陈大姐返还财产 要求派人的北高 帮派人的北高 赵大姐返还财产 12万12200元 包括了 称宽 去宽 10万元的现金 交给北高 还有15200元 购买了金银收拾 还有就是 交了5000块钱给北高 交了2022年 在农村 村村居民养老保险的北高 路下 第三个货级 就是1421000元 并从7数字起 以1421000元为基础 按照全国应用间 通用车阶中心 供服的依赖器 大爷宽市场报价名诺 一席 只更换5000十字 而本来的送送费 包权本 有北高清单 原告的理由 就是他认为他跟北高 是一个恋爱关系 是婚约财产纠纷 他认为他们现在结束了恋爱关系 就不能实现结婚的目的 所以说这个婚约财产 也就是他认为是一个财力 就应当予以返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的解释 一的规定 当事人请求返还 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 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 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一 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二 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但却未共同生活 三 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 适用钱款第二项第三项的规定 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 同时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 关于审理社彩礼就问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 对部署于彩礼的情形 也做了明确规定 一 依方在节日生日 等有特殊纪念意义时间点 给付的价值不大的礼物礼金 二 义方为表达或者增进感情的 日常消费性支出 三 其他价值不大的财物 回到本案 陈大姐就表示 十万块钱不属于财力 他刚才说的话 十万块钱是我跟他要的 不是我要 我说他那个 一年我交十年 得十万块钱 我说我不干 他个人说的 你不干 让开嘛 他说 让开 我给十万块钱的 保险给你买一套 不是我跟他要的 他个性格权拿给我的 他个人写的盖礼章 写的签字 到手院里 证明了十万块钱 根据协议显示 赵大爷自愿将十万元 给陈大姐 并承诺负担陈大姐的 保险费和生活费 从落款时间可以看出 该协议是在两人 确定恋爱关系后的 第二天达成的 所以陈大姐认为 这十万元属于赠予 对于陈大姐拿出的协议 原告代理律师 有不同的意见 那十万块钱 撑到他上不上 他在同意 继续责朋友以后 再谈结婚事 实际上在九十 那个结婚 说去财礼 是个十个时期 现在那个目的 是打到无人 叫结婚的目的 有没有说财礼的事情 没有说 有没有说 没谈的 没谈财礼的事情 是的 你们双方 还十万块钱的时候 双方有没有结婚的意愿 我有那个意愿 你有意愿 你呢 我也有意愿 也有意愿 那原告和被告 在一起的时候 有一个商量结婚事 同居关系产生的财产纠纷 因双方同居生活期间 产生的费用 彼此间 转账往来的数目较多 转账的目的也比较复杂 所以需要结合各种因素 松车 原告主张 向被告购买了 金银首饰花费 一万五千两百元 有没有证据证明 当时是原告给的现金 被告去买的 最后他在经典 找那个老板去发票 他说那个发票 针对一万五千两百元的 经营手势支出 原告方赵大 也没有充足的证据支撑 于是他也不再对此提出主张 对于养老保险的费用 双方达成了一致 经过双方辩论最终确认 原告赵大爷支付给被告 十万零四千元 包括现金十万和养老保险四千元 原告和被告也当天向发提称说 两个共同生活在一起 最终是结婚为了 现在两个关系都已经不存在了 那么结婚的目的也就大不了了 根据民法典 第1044条 一级最高的民法院 关于审理赛财的纠纷案件 使用法国国港部提议 第2条 第3条的规定 那么被告应该 扳还原告 在两个期间 只不给被告的财产 不可能对 是他弄起来不得意 不是我弄起来不得意的 哪个钱哪个人家 你不可能人家还你 哪个是个性感权哪个我的 哪个人要盗聘我的精神審时费 民生费 无奈费 还要盗哪成功 还想退 没那么想 想得签证 国国当成事会与您调解 原告发 可以啊 可以调解 被告 过分了都不行 过分了是 哪里盗聘我 还盗哪成功 你说 好 下面进行调解 双方对不公堂 法院做何裁决 那么解决问题的方式有两种 第一种 调解 第二种 就是依法来判决 同局期间的财务往来 如何定性 黄昏殿引发的黄昏院 法官来了 走进法律故事 一按说法 依法明理 敬请关注 由于双方争议较大 且互不相让 于是法官决定采用 背对背调解法 通过分开说理 逐个谈话的方式 开展调解工作 这就是节目开头的一幕 那么解决问题的方式有两种 第一种 调解 第二种的办法 就是依法来判决 但是我们对婚姻加事案子 我们倾向于 引调解的方式来解 那么就本而言 对于原告 主张感采离 纠纷来处理 从目前的举施证据来看 可能证据贷款 不是很足 被告举施了相关的证据 举施了协议 从你的意思来表示 应该是一种证义 那么这种钱 到底该不该退 该怎么退 所以我希望 这个原告方 以后可以先说 你们的意见 对其他人 旁经人员和被告 先到外面去等一下 原告方从10万04千元 降到了7万元 对此被告方能否接受呢 先不说其他的 这个 像你刚才所主张的 我们可以理解成一种证义 你知道什么叫赠与吧 我愿意把东西给你 你都可以不用还给我 但是这个东西 它是有一定的条件 这个钱 如果是 比如说 简单就像一般的这种纠纷 两三万块钱 耍朋友期间的 一种给付行为 对吧 只要不过格 没有特别的其他约定 我们都可以 视为一般的赠与 但是金额超出一定的范围 那么这个东西都可能 不太符合现在的一个 社会主义和增加的观 所以从目前的这个金额 是 这个一次性给付10万块钱 是超出了一定的 一定的限制 从我们目前 谈恋爱的情况来 超出了一定的限制 所以我建议要看 能不能这个 适当退 因为这个钱是说 好了那我的代言 不那我不代言 如果做到最后的话 你比如说 你们生活共同有 10年左右 这个东西 我都可以考虑这个问题 那个不是我不代言 是他不代言 他都要吃的费 我只能吃一万块钱 多不费 你确定是能赔一万块钱 是 可不会在这个基础上涨一点 要涨了 没得钱 我本来就没吃 我都不确定 不确定 我都不确定 如果确定 我都长得不老 如果是确定 如果确实调不好 那我们就判决 本来的正义交定 就是南方人为了 他吉福里的一个钱款 是一个财力形势的 他现在因为 他实现不了解婚的目的 所以说 被告警告 应当予以反缓 被告人为了 不是一个财力 而且在生理过程当中 双方也曾说 他们现在 仅仅是一个恋爱关系 还没有到 谈婚轮假的阶段 双方也没有 商讨结婚的实业 好 被告人为了 就是一个整月 而且他在 他在跟南方 开始恋爱关系之前 他已经明确了 告诉南方 他那个要求 南方也写了 书面里的说明 表示了这个财务 是整月给旅方的 所以说旅方 就仅仅为了 这个钱款 就不应当放缓 由于双方争议很大 法官宣布 经何一平和议后 择日宣判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提出的主张 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 或者由证据不足以证明 其事实主张的 由负有居证证明 实在的当事人 承担居证不利的后果 法官中 原告陈述议 向被告支付现金 一十万元 被告无疑 本院对此一十万元 予确认 对于原告 是否给付被告六千元 购买保险的问题 被告于第二次听审中 曾使用自己的钱购买保险的 在该审数于第一次听审 原告只给我四十千元 购买保险 具体经验和 记不清楚了 四项矛盾 本院不予采信 协在协议合同中 也展明了 原告每年给被告 交养老保险金四千元 不可认定 原告给付被告 四千元购买保险 总统上 原告向被告给付 十万亿丁四千元 虽然该款 不须以结婚为目的的 习俗给付的彩礼 但原告向被告支付 该款有结婚的意愿 有因其年老而希望寻找 办理共同生活相互照顾的目的 虽然原告在协议合同中 签字纳印 表示其自愿给付被告钱款 但首先 该金额款项较大 原告信满 66岁周岁的老年人 其每月收入为退休金四千余元 该款项是原告多年的积蓄 以及养老的部分依靠 其次 原被告共同生活时间 不足四个月 时间就短 再次原告向被告支付该款项 有结婚的意愿 有引起年老而希望寻找办理 共同生活相互照顾的目的 但双方因终结恋爱关系 原告的该目的已不能实现 综上 本案结合实际情况 着定由被告向原告返款七万元 对超出的部分利息 本愿不予支持 据此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1042条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婚姻家庭边 再解释第五条的精神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67条 第一款 第145条之规定 判决之下 先被告 于本判决生效后 10日内 向原告返款七万元 拨回原告 的其他诉讼请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